台北县政府最近接到民众的投诉 表示他买到中国品牌的手机 广告号称照相功能有200万画素 但是实际上只有30万 明显与事实不符 现在这家业者除了要退钱给消费者之外 还要把产品下架回收 拿起手机拍照画质清晰 但洗出照片后解析度却很差 台北县法这局接获民众投诉 买到这一支中国品牌的WCS手机 明明外包装标示写的是 相机200万画素 但碰到车祸拍照留证据 照片洗出来后画质太差 才惊觉到手机相机画素有问题 到底有多夸张 广告盒实际画素差很大 WCS GC-656广告盒包装都标示200万画素 但实际拍摄后却只有30.7万画素 不只这一家还其他两家知名品牌 三星i908标示500万画素 实际491画素 Motorola V9广告200万画素 实际192万画素 不过法治局表示 由于三星和Motorola画素差距并不大 所以还在容忍范围内 但是WCS这支中国品牌因为相差六倍 所以要求业者下架回收 由于这支中国WCS手机目前进口2000多支 在通讯行销售 究竟卖出多少 业者也不清楚 但特别县政府已经要求业者 没卖出的手机要暂停销售 直到广告和外包装标示改善后才能够卖 法治局表示 手机内建相机的画素 民众无法辨识真假 而唯一的辨别方式就是 只能把手机内的照片洗出来 看解析度才能知道 记者沈小青 蒋龙翔 台北报道